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太好处理三餐无忧力 今天方太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道娘儿黄梨椰浆虾 这边大概有800g的大虾 然后我就用了一碗一碗的黄梨 就是三分之四的黄梨 然后半碗的椰浆 这边有七粒的大辣椒 然后三粒的吉丁酒 然后它的蒜头三粒 八粒的葱头仔 然后一点点的Languas 我的手指这样打Languas 一拇指的黄酱 然后这边有两根的Shrite 来 我们现在就来Black 然后倒洗的水 倒洗的油 然后把刚才打碎的辣椒放进去 给它中火 慢慢炒香它 出味了和出油了我就把这个黄梨放进去 炒一下 炒一下 放一点盐 让它炒汤煮的感 再帮它用这个Blander打个水啊 不要让碎掉啊 还有很多刷在里面的 好 我就给它慢慢去焖 焖一个大概5分钟 给它的黄梨出味 给它黄梨熟 准准焖了5分钟了 它黄梨应该是熟了了啦 OK 坐在这个时候 放开就把这个蝦放进去 这个蝦我已经弄干净了的啦 剪掉应该剪的东西了 然后稍微翻炒一下 把这碗椰浆给放下去 水泥要多水泥就放多一点水啦 但是我觉得不用太多啦 这样的适量就可以了 然后水哈 然后盖锅 焖了大概1分钟 然后我现在来翻翻一下那个蝦哈 因为它是大蝦 我怕它会不熟了哈 准准焖了2-3分钟了哈 全部了哈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看那个蝦已经熟了啊 你看它是比较浓了哈 有一点脂啊 然后我再试看它的味道够不够咸 够不够甜 嗯 我就把这个 lemon leaf放进去了 好了就可以上锅了 黄梨虾已经煮熟了 哇真的是想喷喷喷了 今晚又要加饭了 来啦 开饭了 啦 啦 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